他跟妹妹啊 想要幫我們接抖音上的業配 一直以為啦 說是妹妹自己幫我接的 但後來到越南的時候才發現 哇 不是 是潛入那個小妞的口袋 你不可以用我賺錢 靠我賺錢 然後呢 又想爬到我的頭頂上 所以他當然會同意拍攝 因為他知道我在做這一行的啊 我完全不知道他點那麼悲酒 而且那個是音樂很大的地方 你要想在一個場合 就在業界裡面 我為什麼出去 我絕對會把我自己弄得好好的 因為我不喜歡在 在外面玩的時候給人家帶來麻煩 或者喝成這樣 因為別人也沒有辦法都隨隨地注意你 我是這個桌子的頭耶 那女人在桌子的尾耶 我在兩個南坡桌這裡 我看她那樣 我要起來 爬過去 嗚 嗚 你還好吧 你還好吧 不要說那麼多 再回來再 嗚 嗚 再回來 然後再去拍我的東西這樣子 我有必要這樣子 我們很開心就是 我們的頻道終於50萬了 當然在這個時間裡面就是 還是要給網友 一個最真心的 50萬Q&A 那接下來就是大家最近很好奇的 越南的問題 我們先回答說 大家最在意的是 為什麼不把小妞打馬賽克 因為小妞跟妹妹她們本來就知道 我們是這樣子在進入我們生活的 小妞她本來也就是第一集她就出現了 而且她是自圓來的 而且在認識這個女生之前呢 這個女生也都知道我們在做這個行業 然後甚至那時候她跟妹妹啊 想要幫我們接抖音上的業配 然後是這個女生幫我接的 刷很多東西都是她來 掌控 也是我們之後才知道的 因為妹妹幫我管理抖音的帳號嘛 到 我是搶搶她妹妹 一直以為啦 說是妹妹自己幫我接的 但後來到越南的時候才發現 哇 不是 是潛入這個小妞的口袋 剛開始看到我的時候 她就入鏡了 然後自己也被這種大招呼 她甚至還把我放在她的朋友圈上面 炫耀 也拍我啊 我都覺得說那時候 我都可以忍忍笑笑當 開玩笑無所謂 希望妳影片上看到那樣 妳竟然把我當成搖錢樹什麼 全家就靠她一顆搖錢樹了 沒有 在家門清門靠戶 我還想靠我算錢給你花 好大膽 把我炸乾 但其實都是開玩笑的 她讓她走我旁邊 甚至照顧她 她就覺得小我12歲我也照顧她 就不會 我不會計較這種錢的事情 到後來我們錢基本上 也沒拿到多少過來啊 然後每次都她們跟我們吹 影片影片呢影片呢 那我這邊的員工也不是 每個人都是這個剝皮的膩公司啊 這樣也會說不過去 後來才發現原來錢公司對妳的拿了 妳不可以用我賺錢 靠我賺錢 然後呢 又想趴到我的頭頂上 所以她當然會同意拍攝 因為她知道我在做這一行的啊 而且她完全就是 不會懂怎麼談這些商業的東西 每次都是直接把一個 我不知道的商品直接寄到我們家來 就要我們馬上拍 那我們也要去檢查這個商品 喔不OK啊 妹妹比較低位 所以她阻止不了妳想跟來嘛 妹妹就是要可能要花錢給妳 她什麼賺錢都要給妳 那妳們兩個感情事情是OK的 可妳不能這樣對待她的家人 她的家人 她的家人 妳可以這樣對我妹妹 妳不能這樣對我啊 第一天晚上 我們所有人都沒有去的時候 就只有她們兩個出去的時候 她就已經喝了八杯龍舌蘭 回來了 然後並且大鬧我們的屋子 這是第一天 妳說那時候我們有不開心嗎 沒有啊 我早上來大概就吃了牛肉火鍋 跟她嘻嘻哈哈一點點 如果她今天她覺得她屋主的話 她敢回來那麽沒大沒小 把所有人叫起來 然後亂吵亂鬧嗎 我想這應該不是一個屋主的人的表現吧 我們現在來叫另外兩名 當事業給你根據的當事人 這個是妮妮嗎 這個是小潘 很多人會說 天啊拍出來都是強強在罵那個女生的 然後你們都沒陪她那事情 其實我們都有跟她講話 因為我們在拍攝嘛 然後就不會特別帶到她 她在旁邊 有時候我就會過去跟她講話 就是妳挺激了妳才會去跟她聊天 不然我們平常也在工作都在拍啊 我們也不可能自己拍說 欸我這個女的天欸 我們的所有的影片呈現的就是 以我為主我的生活 我會是刻意撿 對我好的 或對我不好的東西上去 我們是怎麼樣個性就怎麼樣呈現 今天想怎麼樣 我們常常拍影片拍一拍 突然想換企劃又轉個彎變成吃飯了 就是我肚子餓了 我現在常常去吃東西 我現在想大便我想大便 我們都是那麼自然的 所以我不會刻意去把它修剪掉 那就是我整天的Vlog紀錄啊 就是這樣啊 就是一天就這樣順順的 那小妞那一拍 其實是牛郎是主軸欸 你現在把主軸搞到小妞那去 牛郎站了整部片的大概50%60% 那個小妞只站了5% 你們可以把它放成這樣 它其實就是我們那天的經歷 我們那天遇到了誰 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不會刻意把它小妞的對或錯 拉出來再做一集 變成正極的主軸 因為就變成完完全全我在針對這個人 你們都沒注意到他喝那麼多嗎 一定是你們巴黎冷落他 這個桌子是這樣 複叉 然後因為我們在拍 因為拍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轉頭發現他已經喝了很快 我們大概喝半個小時 他就已經差不多那樣了 沒有我以為他是吸氣球 因為我們大家都有氣球 我想說是不是這個氣球 大家講是有點過敏還是怎麼樣 但我完全不知道他點那麼多酒 而且那個是音樂很大的地方 你要想在一個場合 就在夜店裡面 我為什麼出去 我絕對會把我自己弄得好好的 因為我不喜歡在外面玩的時候 給人家帶來麻煩 或者喝成這樣 因為別人也沒有辦法 都隨隨地住一米 我是這個桌子的頭耶 那女人在桌子的尾耶 我在兩個男活動這裡 我看她那樣 我好像起來 跑過去 呼 欸 欸 欸 妳 妳要錄我呀 欸 她不會起來跑過去 她跑過去那邊 欸 妳還好吧 妳還好吧 不要喝那麼多 妳還好吧 妳還好吧 我看妳喝那麼多 妳還好妳沒事吧 妳沒事 喔 OK 妳要喝那麼多 然後再回來 再 喔 喔 再回來 然後再去拍我的東西 這樣 我有必要這樣嗎 這一次嘉珍 妹妹把她朋友 那個小妞帶去 我接著嘉珍 有這個責任去照顧她 你知道嗎 我就接嘉珍不對 人家說同行不如同命 好 那我跟妳講 那件事我嘉珍會這樣 因為在她們的感情之內呢 嘉珍處於敵偉 她在這段時間 是一直供仰這個女生的 那女生沒有工作 也沒有自己的生活 她就是每天就是去夜店 然後夜店認識的 那妹妹都有說 她其實沒辦法管得動這個女生 因為她們的感情之間就是 就是高低有落差 所以今天這個女生 她敢這樣對待她家人 不是沒有原因的 因為妹妹不敢管她 那她 然後那她說我怎麼辦 她不能打擾我的拍攝 不能跑好工作 我只能這樣罵醒她 我又沒有對她怎麼樣 我罵醒她 對她是好事 不然她一個人倒在那裡 我們之後該怎麼辦 妳跟妹妹等到天亮嗎 我覺得妳要跟妹妹講 好 叫妹妹去處理 有啊 我跟她講啊 我覺得妳沒有再去罵 我有跟她講 我跟妹妹說妳要那麼缺嗎 我說妳的內心有這麼的殘缺 說妳又沒自信 就要去供養一個人 到這樣程度 讓她對妳為所欲為嗎 那我跟妳講 如果是妹妹要讓到她 妹妹那麼小一隻 然後那女那麼高 然後一直這樣子漏 我跟妳講 妹妹 如果沒有我們在的話 妹妹會更慘啦 甚至當下我只能把這女的罵醒 因為那女的或許不害妹妹 那女的罵她無所謂 但是我媽罵醒了 她至少還要辦法走了 不然她在Key Kong Key Kong撞 我們隔天早上她清醒之後 再跟她講一次 說妳這樣子是很危險的 而且今天如果是 我們都沒有管她的話 妳看看她隔天起來在哪裡 有人問說為什麼要把她的仇态 拍出來 拍上片 我們拍出來上片 這件事就跟你說 當天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都會 都會拍出來 男模都已經在我這邊 已經拍到這了 她旁邊發酒瘋 她都不能走 她這個就已經是造成了 我這天的工作阻礙了 其實我們後面本來 還有下一個地點要去 可是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就是沒了 那男模仍然我要讓她覺得說 好 我現在不開心 不知道要不開心什麼 因為我後面還有事情要解決啦 而且這件事情 我也覺得是一個警惕作用 因為我從來 我以前再多會玩 我跟妳講我18歲出來玩到現在 從來沒有吃到那邊喝醉酒 會讓我倒在那邊 不省人事的從來沒有喝 我再怎麼玩 我都不會讓我自己這樣 妳以為我是很嗆的呀 我跟妳講我不是啊 妳們全部人都要 有啊 來照顧她 有啊 就已經在那邊在50分鐘 50分鐘了 大家都照顧她了 而且還提她的鞋 然後坐下一台車 跟那個導遊 跟妹妹都在照顧她 男模把她送到我們 下一個吃飯的地方 然後呢 她還是這樣倒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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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想要你頭撞到我才罵她的 把她罵醒之後呢 她來說她有點清醒了 有點清醒了 就先讓妹妹把她送回家 休息睡覺 隔天早上才是你們看到的 我們在門口 在跟她講 這就都是一種經驗啦 很多事情就是不經一次不長一次 而且再來 這一次去越南以前都是我出的 因為我本來就應該負擔這個責任 但是 妹妹跟著她女朋友 妹妹又給她錢 叫這個女生去跟我們導遊換個越南盾 她們兩個自己要花的 因為導遊是我的人 就那導遊來跟我說 她沒有收到那個錢 那我當然不可能去找妹妹 跟妹妹在 她們再搞一出了嘛 再跟她要 那沒這個錢 我直接幫她付了 就這樣 所以總而言之呢 她妹妹她女朋友 在導遊面前演了一出 跟我看 會錢給導遊這件事情 說我們會囉 後來那個 那個有一個會款 紀錄都是假的 根本就沒會 導遊才跟我再拿一次錢 所以我一片是妹妹講啊 我懶記叫懶 還在浮水啦 那她們兩個人在給妳雙袍 就跑向我大隊喜歡 她們就是大隊喜歡 那時候 我們的導遊 其實是 當地台灣人去開的旅行社 那她的老闆就有過來找我 跟我喝兩杯 我說謝謝你 讓我們那次有地陪來陪我們 導遊就去坐到那個 媽媽那邊的位置 因為她兩個媽媽也喝兩杯 那小妞就在媽媽的對面 所以呢 導遊在那邊跟媽媽喝的時候呢 那個小妞就是 我是看那個導遊 驚魂失措的回來 然後說不好意思我要先走了 那女的太瘋了 她馬上打個電話來一個車就把她帶走了 她也不能露臉 那我後來有傳訊給她說真的很抱歉 很多人會覺得說 阿我們這樣是霸凌她 可是我們沒有 霸凌她的話 她現在真的不知道在哪裡 好嗎 有網友說 在那個越南爛住宿的時候 對媽媽和妹妹講話態度很差 看得很難過 他們兩個 不是他們兩個本來這一趟 就是要來陪我做這些 我想要做的事情嘛 覺得這個爛住宿 我平常都在做了 這次我就知道他們兩個好好體驗一下 爛住宿的感覺 他們兩個本來就要乖乖聽我的話 欸我出這趟錢 他們兩個是大樣的付錢 照跟阿龜 兩個都是這樣 我叫你們玩個頭照而已 有什麼有什麼委屈啊 我就覺得你很感激 你去住那個 兩光的飯店 那要辦法找我茶 我感覺是板著好嗎 他們現在講的是態度 不是在講飯店 那你覺得他這樣態度會不會開始了 態度不知道兩位很兇嗎 我平常都會這樣嗎 他們應該是看到你 另外一面 他們平常沒看到 對 但是我對我家人就是這樣喔 沒有人會去刻意 在家人面前要演出來一套 覺得 欸 孝敬你 啊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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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我家人就是這樣 而且我這套給我家人的方式 沒有拿出來對外人 我覺得這個是我的內人 感覺有一些觀眾看到你 不是他們心中期望的那個樣子 你們你們 就開始 這個是我的生活態度 不要用你們的框架套在我的頭上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家庭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生活態度 我也不會要求你要怎麼對你做 請問你要怎麼樣 那是你的事 但你們不要用你們的眼光來看待我的家庭 跟媽媽一定是我們不是正常的母親關係 我們從來也沒有在一起生活過 也從來沒有一起成長過 我對她還是不了解 跟她其實就像朋友 我覺得我們沒有在一起生活三十年 然後是後面這樣子 偶爾帶她出國 偶爾陪陪她 其實像朋友的這段關係 我覺得已經是現在最好的狀態 你們想要怎麼樣 你們有多少人有這樣的經驗 那你不是說我態度不好 你覺得我對你態度不好嗎 蛤 我不以致平 覺得我會對你不好嗎 你覺得我對你不好 我會不會 你是不是應該對你好 我對你好不好 你就是這樣 口序不好 是比外面一般的小孩子 對你對父親還好了 對啊 對我很好 我覺得以最自然的方式 就是去照顧了家人 我也不是那種外面的小孩 嘴巴講得再甜 可是從來都不回去看父母的面 嘴巴講得再好 但是從來也不拿錢回家 如果今天我換個方式 對待我家人 他們會嚇到 對不對 各位會嚇到 不要玩手機 當然會嚇到啊 對啊